看到我们晚间为您准备的最新报道了 以色列第二大臣特拉维夫 平均每十一人中就有一人养狗 可以说是宠物天堂 不过对经常采到狗黄金的居民而言 却可能是个地狱 那么特拉维夫市决定要主动出击 利用DNA的科技 揪出不清理排泄物的四主 并且要开阀 希望改善遍地黄金的问题 不少爱玩的狗狗 最期待恨主人出门散步玩耍 但狗不免会在户外排泄 若遇上没功德心的四主 没有随手清理狗大便 不小心踩到黄金的人 不知道是哪只狗狗干的好事 往往只能自认倒霉 不过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可不会再做事不管了 特拉维夫市大动作 要求四主提供狗的DNA 并建成资料库 若四主没乖乖请离狗大便 市府人员只要透过简单的检测 就能辨认是哪只狗的排泄物 没功德心的四主 就等着收罚单 特拉维夫每十一人 就有一人养狗 比率世界最高 室内宠物狗多达四万只 市府表示虽然百分之九十八的四主 会清理狗大便 但仍有百分之二的四主缺乏功德心 市府主动出击 判借科技力量解决问题 维持市容之外 市民也不会动不动就踩到黄金 是另外一遍